大家好,我是阿斌 现在我们开店是 又要用电视机遥控器 又要用气体核遥控器 同时用两个,太麻烦 其实我们只要把这两遥控器简单的对接一下 用一个遥控器就可以了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二合一 比如这里有三个遥控器 这个是电视机的遥控器 是个海信的 这个是移动气体核的遥控器 这是东方有圈气体核遥控器 像我们平常看电视机啊 我们首先把这个电视机的遥控器按下开关 然后电视机亮了 我们再通过这个气体核遥控器来调台 对吧 所以说我们同时用两个 太麻烦 其实现在气体核遥控器都有一个功能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电视机的开关键 或者声音键 或者信号切换键 把它传输到气体核这个上面 你们看 这边都有方框的 所以说这边的功能 我们可以 学习过来 等于说 对接好了 我们可以直接用移动和遥控器来开关 电视机 或者 控制音量 信号切换 都可以 而且对接的方法还是非常简单的 现在我们就来学习一下 把这个电视机的遥控器开关键 学习到机顶和开关按键上面 我们先把这两遥控器 放在一起 然后按住这个上面的一个设置键不放 大概按个几秒 好 这个灯藏亮了 我们就放掉 然后我们要按一下 我们要学习 遥控器的哪一个按键 我们现在学习一下开关按键对吧 所以说我们按一下这个开关 好 然后我们再按一下这个开关 好 灯闪起下了 这样 这个开关按键就学习过来了 我们再按一下设置不放 这样 就已经学习过去了 等于说 这两个功能 现在是一模一样了 这边呢 都可以设置的 我只不过现在设置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们试一下电视机 比如说这个电视机 是这个眼红器对吧 现在我们这个眼红器不用 我们用这个眼红器试一下 你们看 一按过后 这个直视灯就变成蓝灯了 这电视机就亮了 看到吧 所以说这个眼红器基本上用不到了 我们用一个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这个移动的气顶盒的眼红器 也是一样的 它这个没有设置键 我们可以直接按住这个开关键 按住不放 好 灯藏掉了 我们就放掉 然后 一样的 我们想学习一下这个开关键 那我们就按一下 好 灯散了 我们再按下这个 好 这个已经学习过去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眼红器来控制了 比如说你们看 看到吧 就关掉了 K也可以 看到吧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学会了这种方法 我们只要有一个药控器啊 就方便多了 对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啊 觉得应用的朋友 记得帮忙转发点赞 再见 好